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要建一个选择是给那些流浪狗有一个家 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做的 但是后来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资金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选择其实我们是刚刚才开始不久而已 之前我们就是一直救援这些流浪狗 然后就面对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瘦了太多太多 然后就一直被投诉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放在自己的家里 然后就可以一直被投诉 所以我们就 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找一个地方 来给他们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那边是有那些走道 那边其实一开始是要做CANEL的 就是要在上面建狗舍这样子 但是后来呢 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经验 然后我们也不会 然后就被那个contractor就是跑路了 对 然后所以就也有很多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这个也是 也就是比市价高出很多的价格 对 然后就因为我们一直 就好像一直被骗啊 然后被什么啊 然后我们的资金也是一直不能够筹到足够的资金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的经费 还有我们的人手的问题 因为我们义工们都是各自是有工作啊 然后也有在上课啊 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忙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contractor的时候 我们救了很多狗的时候 我们就有想过 就说 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辛苦啊 我们可以像平常这样子过日子啊 但是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很多的流浪狗啊 然后就 发生着他们 如果我们流浪动物啊 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他们的话 他们就没有人会去帮他们 有时候看到他们一些before after的照片 就是我们救援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糟糕 这里也是有不少是这样子的 然后 但是在我们救援回来之后 他们就会 嗯 一段时间经过耐心的照顾和治疗 他们都会变得很开心 然后变得非常的漂亮 这样子 嗯 我们有遇过非常严重的情况 就是我曾经在文东有过一个case 就是说他已经生了几千只的这个虫 然后就送到受医院那边 第二天早上就接到受医通知 说他已经去世了 就救不回了 嗯 这个是非常难过的一个案件啊 有一个是他被人家破烧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啊 后来我们就 花了九个小时的时间 对 就啊 找了五个小时 然后抓他 抓了四个小时 因为他一直跑 他很怕 但是其实他已经是非常虚弱了 但是他很怕了 因为他受到这样严重的伤害 所以啊 后来我们就终于在他 因为他是有主人的 他的主人是越南人 然后就在他主人的家旁边 但是他主人已经不要他了 他就在他主人家的旁边找到他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狗狗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的主人已经不要他了 但是他还是会非常忠心 他被人家追捕到最后 他还是会跑回去他主人的哪一个地方 我们就把他送到全K2尾医间 24小时有兽医 standby的兽医院 然后兽医呢 就说他的情况是太严重了 所以就叫 就告诉我们 他是不能够医的 而且他们也不要兽 然后就叫我们安乐死 建议我们安乐死 然后我们就认为 嗯 我们就认为他是还有求生意志的 因为我们后来呢 我们就有让他 我们就有告诉他 如果你还要生存的话 你就喝水给我们看 当时他已经是很没有力了 但是他还是起身 就喝水给我们看 因为在我们扶着他的那个过程 他也是有追啊跑啊 所以他其实也是非常的疲累了 加上他的伤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但是他还是起身 艰难的喝水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 所以我们就相信 他是还有求生意志 我们就不会让他安乐死 我们也不会采纳兽医的这个建议 还有就是我们的 有一次经过一间屋子 就看到一只像石头一样 僵硬的狗狗 全身皮肤都已经干化硬化了 然后我们就 下车去看那个屋子的情况 原来他的主人是 被嵌在大耳隆而跑路了 对 所以那间家事已经没有人住了 他就在那些像垃圾堆一样的环境 还有菜党 因为应该是大耳隆上门寻仇啊 然后就 他就在那里 还在那里等待他的主人 后来我们就先把他带回收红所 先隔离了 然后就给他吃食物 他一日子就吃完三大碗的狗食 证明他这段日子他已经是非常的饥饿 但是他不愿意离开 然后后来我们再把他送到兽医院 他的眼神就非常的空洞 就好像已经是非常的绝望 但是到最后他现在已经医好 他也变得非常漂亮 在我们的收红所里 我们希望大众能够更加的了解流浪动物的问题 然后也会尽能力的去帮助他们 因为很多人是认为流浪动物在外是天生天羊 是不会遇到什么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呢 非常多的流浪狗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 也非常的艰难 他们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就连日常的一日的温饱 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也时常会被人虚感 伤害打骂 甚至是拿热水来泼他们 这些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因为很多这些事情呢 公众是不会看到 所以大家都以为是没有发生 但是在我们做救援呢 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痛苦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众能够多多的去关心他们 支持他们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呢 都能够改变他们的一生 然后也希望大众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社人所 有空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狗狗 然后也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救援更多的毛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